对于网上的黑子想必大家都是有见识过的 管他认识或不认识 我就只管在网络上直接侠咧咧 一阳毒的话语来刺痛别人 问题是喷子们很会带节奏 一来二去 这些喷子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强大了 有很多的明星曾不止一次 在大众面前表示自己因为这些剑盘侠而受到多方不明来历的辱骂 而且也很无辜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做错了什么 现在我们就来盘点 像那些被剑盘侠骂到退微博 观评们的明星吧 今年这个暑假有如意传和人喜功略这两部轻功戏 并且两部剧讲的都是乾隆皇帝和他妃子的故事 这也就不免网友会把这两部剧加以对比了 如意传是由圈内老干部霍建华饰演的 之前大家对于霍建华的观感还不错 可就不知道为啥自从和林心如结婚后 黑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这次网络上的黑子们又借这股劲 在他工作室底部大骂他 以至于工作室发出声明将退出微博 其实霍建华曾表示自己不开微博的原因 就是自己看到别人骂他会忍不住对回去 可是又不好如此 做只能不看不开 听起来也是浓浓的辛酸味 还有在演戏攻略中视演员春旺 人人被骂了关微博评论 周海妹是香港脑台演员好不容易出来演剧 也是被大家骂谈的 周海妹本人也是觉得相当气愤 因为剧的角色人物设定而遭受辱骂 还有阴世故毁龙的于皓明 当初付出时的屏不断 打开手机弹幕或者微博 总是有一大堆对他不利的言语 虽然明星应该要多听听外界的声音 只不过这外界的声音太过于嘈杂 好的言论能够激励他们 让他们能够随时随地行事自己 但是过分的不恰当的话 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希望网络上能少些键盘侠 还大家一片干净的网络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